哈梯学院âteellt 哎呀!看看,家家拥搭难捏的经啊。 每个人家里都是这样,真的很可怜啊。 走进了卢台长,救救我的孩子吧,三十年了,他是医生诊断是电间病,现在就是一直靠药物在控制。 你给他小孩子练过没有?练过。练几张啊?练了150多张。 有没有好转一点?有一点点好转。 我看看啊,几几年数什么的? 82年数狗的,82年数狗。 已经在好转了,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这个男的,脚有点不好的。 就是你们家有没有过去家族里面有一个人脚不大好的死掉之后,有没有? 这个不清楚,他爷爷18岁就出来家以后,他就不知道家里面怎么的。 外公呢?家里有没有老人家腿不好呢?走的时候。 这不知道。 现在我看到一个年纪大了,腿很不好在他身上。 这都说了。 所以你去看,他踮踮的时候,先是脚抽筋。 对。 然后手再动。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个小孩子,台长很容易救的。 就是什么? 你发愿,许大愿。 你就说我要念一千两百张小档子。 好好好。 那也能办得到。 你一定一定。 然后自己多放生。 好。 好。 台长没有什么,心里把门就是许愿放生念经。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的脑子很正常,我现在看上去,他脑子非常干净。 没什么问题。 好好好。 他现在就是一个灵性,只要到他身上,他就抽筋。 就是。 而且,下去之后,不停的还在抽。 对。 我都看到了。 明白了吗? 就是,他记忆力根本记不住。 他想念大悲众。 他都念,他就是记不住。 嗯,记不住没关系。 经常念,照着读不就可以了吗? 他不识字。 不识字啊? 嗯,不识字。 我告诉你,好吧。 我这次说的第一次当中,有一个,一个字不识的。 嗯。 你知道他怎么情况了,你知道吗? 他一个字不识的,关心不得,叫他念大悲众。 我叫他念李伯大忏悔门,他全部念得出来。 这个人应该在不这样。 再给大家看看。 哪一个,找不到的,在不这样。 昨天,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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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妈,说一个字不识的,关心不识的,叫他,叫他,叫他念的那个大悲众和李伯都念得出来的。 在不在这里啊? 那,这个,这个,就这个老妈妈。 大家看见了吗? 就他。 那,你现在相信不相信,人家一个字不识的。 你现在,就这个老妈妈。 我告诉你,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你好好的念经,你儿子保证的念。 好。 好不好啊? 你跟我嘴巴说点口德可以不可以? 你嘴巴不要这样讲话可以吗? 可以。 你过去脾气太坏了。 你很会讲啊。 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影响到你孩子的,而且影响到你小房子质量的。 因为你嘴巴这里在念经,这里在说坏话,这里讲话讲话骂人,你想看小房子质量怎么会好? 你儿子效果就不行了。 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台长,我再问以后,我的母亲过世了已经。 1929年的属蛇的。 1929年属蛇。 。 断树田。 活人报生肖,死人报名字。 你把名字告诉我就可以了。 好,好,好。 断树田。 树是什么树啊? 树树的树加三边。 断树,后面呢? 田是个田地的那田,一个金字。 看到了,看到了。 瘦瘦,隔子不高。 对。 在地府呢? 在地府? 我也给他念了小房子。 你赶快给他念。 好。 他现在小房子不够? 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他要68张。 68张,好好好。 好了。 好好好,谢谢台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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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